深夜男人送女人回家 他正幻想着同居生活 不料女人提出分手 二人一番争执后 男人只能幸幸离开 第二天 女人尸体在河边被发现 男人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法庭上他神情冷漠 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回 可就在现场还原案发经过时 却是漏洞百出 甚至细节都不一样 检察官觉得是有蹊跷 但是为了尽快破案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很快男人就被定刑 来到监狱的他并不好过 这里的人十分比他犯的事 一致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在监狱度过此生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七年后 这天夜里一个女人独自下班回家 骑摩托的黑衣男子跟了上来 很显然两个人视就相识 他搭上了男子的车 两人来到了郊区 不料男人动手掐死了女人 随后扔进了湖里 几天后 他的尸体被人发现 经过调查 杀人守法和七年前如出一辙 可是男人此时还在监狱服刑 这说明凶手另有其人 但是检察官即将远赴上任 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 最终以女人投壶自杀结案 但是凶手并没有就此收手 很快他又盯上了落单的女人 尽管女人有所察觉 时刻保持着戒备 但还是被凶手一狼头敲晕 随后把他放在火车轨道上 想要伪造成自杀 女人却在火车来临前醒来 成功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便被送往了医院 警察在现场找到了摩托车痕迹 确认了作案交通工具 醒来的女人 除了凶手戴着黑色被雷帽之外 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 而警察根据前面的线索 找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这人一见到警车骑车就跑 不是心中有亏就是心里有鬼 等他们把人抓住 带到局里审问才知道 他只是偷猎者 害怕被发现才逃跑 而女人遇害时 他有着充分不在场证明 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这边凶手又在物色目标 他盯上了一个红发女子小红 一路尾随至偏僻的地方 就在要动手之际 小红反应过来 抬手挡住了致命一锤 随后开始呼救 随后警官找到了小红的丈夫 告诉他妻子遇息一时 他带着儿子来到医院探望 却发现桌边那顶红色的假发 表情一下子深邃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 他来到湖边 手里拿着正是那把铁锤 原来他才是杀人凶手 可是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妻子下手呢 这个男人来到湖边 先是环顾四周 确认没有人之后 一个助跑 将手中的铁锤抛向了远处 慢慢沉入了湖底 只因铁锤伤害到了妻子 而凶手正是他自己 男人小胡子是个杀人犯 这天晚上行凶时 他没认出戴了假发 换了着装的妻子 行凶未果逃走后 直到警察上门 他才知道自己打伤了妻子 不过小胡子没有丝毫悔意 原来在这个小镇 警察办案没有丝毫章法 案发现场随意走动 验尸报告说丢就丢 甚至七年前犯下的罪 都能找到人来顶替 他来到监狱探望 却还能云淡风轻 这天晚上 他守在工厂门口 等待着落单的女人 不料却有个女孩送上门来 原来是车链条坏了 面对送上门的羔羊 小胡子哪有拒绝的道理 回去的路上 他时不时地被女孩给吸引 等到越开越偏僻时 女孩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可是这个时候却为时已晚 小胡子一把拽住女孩 随后残忍地将她杀害 第二天在湖边 发现了她的自行车 很快她的尸体也被找到 女孩的父母抱头痛哭 这时检察官开始自责 是不是自己当年判错人 才导致凶手仍逍遥法外 妻子却告诉她 如今犯案只会影响仕途 那就将错就错 把真凶早日缉拿归案 才是王道 你看 在权力欲望面前 名誉清白乃至生命 都只是阻碍成功的绊脚石罢了 只有新来继任的年轻检察官小帅 他刚正不恶 着手调查过去的命案 找到监狱男人的妹妹 企图了解到真相 将清白公之于众 但是 当一束光照进铁塔 照进了里面的肮脏与罪恶 于是这束光 便有了罪 监狱里的替罪杨戈万了 小帅在房间里发现了上诉驳回书 才知明白了一切 原来当年男人并没有杀害女友 只是将桃子涂满毒药放在窗口 随后又拿回来洗掉了 结果第二天便听到了噩耗 伤心欲绝的男人以为是自己害死了他 结果后面才知道 女友是被拿斧头砍死的 男人好不容易燃起了希望 想为自己争取一把 奈何一群人为了自己仕途 不想翻案给自己职业留下污点 接连断送男人的希望 这才导致割腕自杀 眼下内部查案随意腐败 外面凶手逍遥法外 作为新上任的检察官 他又该如何破局呢 你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没有监控没有高科技 如何帮七年前定罪的人翻案 检察官小帅就想到了一点 那就是所有人口供提到的时间 他先是坐上火车 模拟往外看人的情况 随后采取了自行车 计算着权力骑行需要用到的时间 一共花了十九分钟 而当年犯案的男人只花了十分钟 其中还有三分钟等待火车 七分钟还要杀人抛尸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加上外面案子屡屡发生 几乎断定监狱里的人不是凶手 第二天小帅找到了法官 法官却还在担心 调查结论错误会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最终同意他去调查 但是不会给他任何书面文件 他们开始坐在一起 分析手上仅有的线索 随后得出结论 凶手是个有身体障碍的人 靠着犯罪来获得精神快感 这天小胡子在练道车入库 却因为技术不够娴熟 被悬空的铁链撞坏了后车窗 他并没有太在意 晚上继续开着车到门口 准备司机寻找落单的女人 不一会儿一个女儿独自走了出来 他驾车缓缓靠近 随后方向盘一转 却来到了另一个女人面前 女人是他妻子的同事 所以毫无防备变上了车 小胡子照例将车靠在郊区路边 随后缓缓靠近女人 女人甩了一巴掌 可随后男人竟直接动手 挣扎中 女人抓了后窗玻璃的碎渣子 便被男人残忍杀害了 随后被从桥上抛尸壶底 而这一次 女人手里的碎玻璃 成为了关键证据 这是汽车上专用的玻璃 小帅立刻下令彻查所有司机 小胡子来到场里 看到警察对着车子在调查 一时间他便明白 已经暴露了 很快便到了小胡子 在警察的审问下 他仍不慌不忙 以受害者家属的角度 可随即警察便意识到了不对 小帅去他家 从西装发现了问题 随后两人开始追击小胡子 来到悬崖边 他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跳了下去 熟悉水性的小帅立马跟了上去 终于将人捉了回来 随后的审讯里 小胡子承认了一切罪行 他的婚姻生活不理想 寻求婚外刺激的他 意外杀了人 结果却从中获得快感 生活带给了人们各种不如意 却总有人企图 从他人身上获得成就感 小胡子最终被处以绞刑 而所犯下的罪恶 那游离在外的灵魂 却不能得到安息